政府發言人表示 鑑於內地和澳門實施風險地區管控措施 令他們入境對本港構成的感染風險極低 加上近月再沒有發現有來自內地和澳門的輸入個案 再考慮到Omicron變異病毒株潛伏期較短 因此推出兩項新的措施 第一是將原本抵港第四和第六日要進行強制核酸檢測的要求 改為抵港第二日就進行強制核酸檢測 以更有效地運用檢測資源 第二由內地和澳門經機場抵港的人士 無需再進行檢測代行 以或一同六路口岸抵港的檢測安排 兩項措施同樣由星期六起實施 另外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說 行政長官李嘉超傾向在11月 也即是國際車人籃球賽 以及國際金融峰會舉行之前 結束酒店隔離政策 以顯示香港已經回復正常 但內部意見分歧 特首辦發言人就回應說 政府的整體防疫政策繼續維持五個重點 包括在防疫上不躺平 會持續控制確診數字 減重症、減死亡、保護高風險人士 以科學精準方法識別不同風險人士 以減低管控人數和範圍 平衡風險和經濟動力 更好地管理風險和提升應變能力 防止醫療系統超出負荷 鳳雲威斯記者劉湖進步到